今天10月19号下午 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太老边境湄公河边 守候着将要出现的龙喷猪器官 现在我正位于太老边境的湄公河边 许多居民纷纷聚集到此地 期待见证神龙喷猪的奇迹时刻 19号下午30 民众们便陆陆续续聚集到太老边境的湄公河边 守候着一年只出现一次的奇观 每年农历9月15日傍晚 龙喷猪奇观便会在湄公河壮观上演 许多民众慕名前来见证这奇迹的时刻 下午60曲 第一颗龙猪冲破平静的河面直上云霄 闪耀着火光消失于天际 人们顿时欢呼声连连 接着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龙猪陆陆续续生成天空 一伙单颗一伙成群 伴随着群众的欢呼声 摇晃在深邃的夜空 直到晚上22时取 河面渐渐恢复了平静 据统计今年约有900颗龙猪升上天空 龙喷猪奇观已经拥有悠久的历史 对于这一现象民间流传着三种说法 一 由河底地壳运动与地质变化产生的现象 二 为了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 商人在河底安装了高科技的烟火喷射装置 三 河底龙王得赐宝地修炼万年 为了感谢并报答上天的恩赐 每年此时向上天供奉具有神力的龙猪 大多数民众选择相信第三种龙王报恩的说法 经过历史的变迁 这已经成为太老两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美好传说 至于龙喷猪奇观的真正原因 科学家也未曾找到准确的答案 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龙喷猪的神秘色彩笼罩着连接太老两国的湄公盒 也坚定了两国人民对于佛教的信仰与虔诚 一盏盏缓缓升起的孔明灯 诉说着人们的点点心愿 也传递着这古老国度深入人心的佛教文明 东盟卫视MGTV记者刘新云、张大威 泰国朗开府报道